MeToo风波持续的延烧 一名女子呢她出面指控说 2013年上映的电影 阿嬷的梦中情人的导演 北村风情在片场对她性骚扰 而当年电影女主角 安心亚在今天出席活动时 也首度回应这件事情 事情曝光之后 导演沉默了一天 北村风情也在脸书上发声致歉 但是她说有些事情跟事实有些出入 目前交给律师处理 演员安心亚为新剧宣传 出席开禁仪式 不过十年前主演的电影 阿嬷的梦中情人 导演北村风情被控诉 对实习生性骚扰 对子安心亚这么回应 拍摄的时候都是投入在角色里面 跟剧情当下嘛 拍摄那个过程 其实大家都很投入在那个状态里面 所以完全没有其他的 什么心情都没有 而导演北村风情在被指控后 沉默了一天 终于在脸书发声 她说没想到让一位刚入行的实习生 协助女主角女配角两个角色的灯光替身 在测试与排练时 造成对方在情绪上这么不平静 真的很抱歉 不过事实有些出入的部分 让她很惊讶困惑 也已经交给律师处理 就是这一场露底裤的桥段受害者爆料 导演当时自愿当男主角的灯光替身 也引发争议 而过去安心亚也透露 当时自己没有用替身亲自上阵 那一口气就穿上了六条底裤防走光 当时的男主角蓝震龙 还被问到会有尴尬气味吗 导演北村风情还主动帮忙回应说 欣雅一定是草莓味 安心亚听到耳里有什么感受 当下是因为我跟导演比较熟悉 然后我那个时候也比较信任导演 所以我觉得她来让我踩她的肩膀 我也觉得也蛮合适的 她来让我踩我也比较有安全感 因为那是我第一部跟她合作的电影 前面我们已经有拍摄很长的一个 时间过程 然后她也跟我很细心的讲解 她要怎么拍 对于多年后剧组卷入MeToo风波 安下强调不知情 因此没有回应 但确实很意外 解台北综合报道